对于大蜜离婚仪式,很多了解她的朋友都表示非常欣赏她的作风,尊重她与凯薇的决定。 毕竟分开之后还是可以用亲人的方式相处,更何况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是她们共同的宝贝。 最新的消息传来,大蜜蜜在公布离婚之后接受了首个关于她的专访,并且是谈到了关于一个女人的内心真实想法。 准确有讲,她在这一次的采访之中很精准地把自己的当下状态展现给大家。 让人意外的是秘密对于自己的当下状态很满意,她表示自己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女人,但在工作之外也是很享受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,对于当下的这种离婚生活是没有困惑也不怪谁,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过。 我觉得自己舒服,自己喜欢就行了。 现在的自己也不再是像以前一样,我现在真的是不讨厌谁,而且是愿意接纳身边所有的人。 大蜜在说出这些话时表情很平淡,而且言下之意也是在告诉着大家自己真的不恨凯威,谁都没有错。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就是照着过,自己的生活就能被自己掌握。 勇敢地向前,享受当下的一切都是大蜜喜欢的方式。 听到她这么说,真的是很精准也很理性,的确是当下女性的一种完美生活观。 至少是不需要靠任何人,可以说她自己就是女王了。 而且大蜜表示自己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在意网上怎么说了,任何公集在自己看来其实也就那样子,没有困惑更不会责备于谁。 看淡了一切其实也还好,并没有太多的难过,昨天的一切再好再坏,跟自己也没有关系了。